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秋佳节我们都有着赏月拜月的风俗习惯并且流行于全国各地 然而在拜月的环节其实并不适宜男人参与 古人有云 男不拜月 女不拜造 男人属于阳刚之气的类型 与鼠婴的月亮不搭 而且掌管月亮的神仙是嫦娥 所以拜月的习俗本来就只适合女性朋友参与 二 失忆倒霉者不赏月 如果近期运势低迷 屡战屡败 失忆惆怅的朋友 中秋佳节当天就不适合参加赏月的环节 而运势欠佳 没运接踵而来的朋友也不适合去赏月 只要跟家人聚一聚 吃个团圆饭什么的就好啦 三 体虚身弱者 不少人赏月去到的是空旷或者野外的地方 这种奔波劳碌的活并不适合身弱体虚的朋友参加 尤其是病人 就算是家中的赏月活动也不应参与 因为月亮阴气较重 恐怕会造成身体负担 四 记刘海 遮盖额头 很多女生都喜欢刘刘海 把额头藏起来 但本来这样的做法不利桃花 而且在中秋节当天同样不利开运 因为额头是我们的神灯所在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在节日当天最好就是把额头露出来 不要让头发遮住额头 五 记出门和进屋不烧香 在中秋节前后 最好出门之前 在佛祖神明那里烧上一炷香 以祈求平安出行 而回家进屋后再点上一炷香 是打谢的一种礼貌 六 记果饼不圆 中秋佳节当天晚上 大多地方都有用水果月饼 记败月亮的习惯 而在挑选水果和月饼时 一定要找圆个子 予以家人团团圆圆 和其美满 记败完之后 家人聚到一起分月饼吃 而水果同样如此 所以正合时宜的柚子和柿子 是最佳的选择 切开时又是月牙般的莲花账 七 暴饮暴食 中秋佳节是和家欢乐的好日子 这个时候少不了跟亲人聚在一起 摆上酒宴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欣赏满月 因此问题来了 科学研究证实 人在满月期间 食量会增加8%左右 如果在这种反常食欲状态下 摄入过量的饮食 对身体造成的隐患 是不可忽视的 很多人因此吃出了肠胃的大麻烦 甚至酒后驾车 后果显而易见 八 抑郁 对于长期抑郁的人来说 月圆之夜恐怕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在那个时刻 通常是人类情绪扩大化的敏感阶段 受到这种莫名能量的影响 一些兴奋的情绪 可能会被扩大到更兴奋 仇恨的情绪会扩大到更憎恶 抑郁的情绪也会增大到更消极 大家都知道抑郁症的患者是有自杀的潜在隐患的 所以为了避免抑郁加深造成月圆夜的威胁 保持乐观才是最好的预防方式 九 争吵 满月对于争吵的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时间 就像之前说的满月容易导致人类情绪扩大 使得吵架升级 容易造成不当的行为 是冲动的高发阶段 很多人在争吵时会因为以时头脑发热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甚至发展到肢体冲突 伤害 凶杀 关系破裂都是从这一刻开始 为此避免争吵就是避免凶兆 希望大家引以为解 二 中秋节如何开运 一 祈福拜月 中秋节这一天在院子中摆放供品 祈福拜月是古来有之的习俗 以祭拜月光菩萨保佑我们家庭幸福 生活美满 团聚执照 所需祭品度为鲜果 如苹果 红枣 葡萄 当然月饼是必不可少的祭品之一 居住在楼房的朋友可以在阳台摆放祭品 二 放灯脱单 中秋节放孔明灯可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们 在中秋之夜燃放孔明灯 把自己所喜 所爱之人的类型 特征 要求等寄托在孔明灯上 放飞在月圆之夜 月光菩萨 月老红娘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你的愿望 一遇实现 让你今早脱单 三 红线次元 压红线可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朋友们在中秋节这一天 仿一段红线压在枕头下 据说是比较有灵性的 此为红娘线 不但可以起到辟邪开运的效果 而且也有促进夫妻感情 恩爱长久的作用 四 清扫房间 中秋节打扫家中的卫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 但是中秋节这一天 我们建议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要提前清理打扫家中的卫生 清理到一些破旧之物 照片等等 让节日的盛装照耀在我们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让喜气祥和的气息带给每一个夫主 五 吃团圆饭 中秋团聚务必要吃一顿团圆饭 因而在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里 分居两地以及家庭成员不太合的人群 无妨借助中秋节这个节庆之日 吃一餐团圆饭 来给本人增添好运 促成亲友 智友 爱人之间的和谐 六 腰油举杯 三五好友举杯相约 增加一些团圆的气氛和人气 是中秋节开运望人气的最佳选择 不但能够增添节日气氛 更能依托月圆之向 为我们的事业增添合计生财 圆圆满满的祝运之向 七 生肖开运 中秋节生肖开运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据说此日佩戴生肖兔等饰品 不但能够帮助开运 增添文笔 文运 还有起到朝桃花 感情的作用 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不妨一试 因为生肖兔为四大桃花星之一 但是生肖龙和鸡的朋友并不适合佩戴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 如果想要平安度过中秋佳节 也要切记不可独自一人赏月败月 最好是人越多越好 最后希望各位酱友都能够合家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酱友们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